有人啊 怎麼會弄小朋友啊 哀舟平房起火燃燒 鄰居衝出來大喊 屋內有小孩 裡面有五個小朋友咧 有小朋友嗎 有沒有拿出來啊 小朋友 平房被淡火吞噬 一家氣口住在裡頭 鄰居急跳腳 這起發生在週二晚 兼酒店多 嘉義太保民宅火警 消防隊趕到緊急滅火 天啊 要不要的天啊 要救這樣啊 他是先把他爆出來 又衝進去要救 救不了 然後全身燒他不上 他那時候有提名去講說 他四處找地方要鑽進去 火警發生當下 大女兒二女兒買東西逃過一劫 而爸爸睡夢中驚醒 帶著三女兒從後門逃生 三歲兒子先被救出 送一不治 而媽媽跟六歲的兒子 分別在浴室旁邊 以及倒塌的臥房 找到人共釀成三死 爸爸在醫院 那現在還不是很完整的了解 現在的狀態 不要過去 過來 三個小姐妹定期腳尖 不停往被燒毀住家張望 不知道媽媽跟弟弟已經過世 這舉動看在親友鄰居眼裡 只有心疼 我就是個腸 個腸很難過 我給你一點無誇 可憐 三姐妹父親嗆傷 目前還在住院 一家忌口靠父親打三個零紅養家 住家燒柴火 靠檢食資源回收 經濟並不好 前幾天一家之主才PO文 提早幫老婆過生日跟母親節 有小朋友寫 你要勇敢加油 你媽媽會在天上好好看你的 用什麼點子 要是嗎 你說我們那個點子 都像我們照鏡的 大量的那個 灘化鹽足跡 那經本局火調科初步研判 不排除人為或其他因素造成 平凡大火一家機口 媽媽跟兩個兒子 沒能逃出死亡 警消火場見事 同時檢察官會同法醫 相應遺體要追查出火警發生的原因 三星老國雪紅鼠豬嘉義信報道